我妈被保险公司业务员骗着买了200多万的保险 我卧底了一年才查到了这么多证据 平时连衣服都舍不得买的母亲 却被保险公司忽悠十几年投下200多万的保险 女儿质疑母亲不识字 更不会写字如何能签下协议 不惜卧底保险公司上班 一年查清保险人员的套路 那么老人究竟是怎么签下的保险认购合同 老人真的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有清晰的了解吗 这件事最后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从04年到现在就没有停过 后来我越查越多 没办法了 我才进到保险公司 然后当了卧底 然后才查到了这么多保险 都是我妈买的 一下子买了240多万的保险 眼前这位情绪激动的女士 就是今天的求助对象王女士 王女士和记者表示 母亲在自己家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买了高达200多万的保险 且这240多万元 一部分是自己原来卖房子卖车的钱 还有自己父亲给哥哥给他的钱 甚至还有母亲自己去外面借的钱 但平时母亲却连一件衣服都舍不得买 这如何不叫自己气愤 在苦口婆心的劝说无果后 为了阻止母亲继续被保险公司蒙骗 王女士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在保险公司当了一年多的业务员才知道 我母亲是不允许给他儿媳妇办的 也不允许给他孙子办的 还有被保险人都得签字 然后投保人也得签字 我们家人都没有签过字 这主要的问题是我母亲就不认识字 没有上过学 王女士表示 自己卧底在保险公司做了一年多的业务员 在确认母亲购买的所有保险种类的同时 自己也析支了保险公司的购买流程 据王女士的业务经验 母亲是没有资格 给儿媳妇和孙子购买保险的 且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 更不会写字 但母亲购买的保险中 很多都是家人的 家人不仅不知道 更没签过字 所以王女士判定 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 肯定有违规操作的嫌疑 当然王女士 也是在问过母亲后财下的结论 都是他父亲俩破的 我家信我买了 王女士的母亲也表示 自己并不知道保险的内容 只是听业务员说 这个利息比银行高 且风险极小才会买的 且老人接下来的话 更是让记者大吃一惊 老人告诉记者 自己不仅不知道 自己买的高达240万的保险是啥 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 都在业务员夫妻手里两年了 显然这就是业务员 为了方便业务的相关操作 且业务员夫妻俩 还和王女士的母亲强调 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孩子 孩子知道了 肯定会生气 也不知道这业务员夫妻俩 究竟给老人灌了啥迷魂汤 这么离谱的事 居然持续了这么多年 王女士在了解事情的 前因后果之后 认为业务员的行为 存在故意隐瞒和欺诈 以及违规操作的行为 她希望保险公司 将所有违规的保单金额 全额退回 为了解决王女士的问题 随后记者陪同王女士 找到了帮母亲办理保险的 业务员夫妻中的丈夫 我都没有办保险 为啥你给我办保险了 因为你冒 你不是业务员 你说代替我第二人去取钱了 她代替你母亲签字是吗 代替我母亲 代替我父亲 代替我哥 代替我 代替我嫂子 代替俩孙子 而面对王女士 一连串离土的质疑 业务员丈夫 却一连理直气壮地回应道 那你妈同意了 你妈签字了 我妈啥时候签字了 你看看 我妈都不会写字 我妈从哪来的签字 不是字 跟她写下写号 以后算聊了 而后就一直回避记者的采访 且不愿意提供妻子 现在的消息 随后就业务员的丈夫 能否代替一事 记者陪同王女士 来到了改保险公司 工作人员表示 对于王女士母亲这件事 是否涉及违规 银保监正在调查 且保险协会 正准备约谈客户三方 进行调解 于是王女士 与记者约定好两天后 再来保险公司讨说法 但在约定的当天 却发生了一件 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 王女士前后不一的态度 令记者一头雾水 两天前说是为了解决事情 选择卧底保险公司 长达一年多的时间 两天后又表示 事情已经妥善解决 还存在误会 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 记者一行人 自行来到了该保险公司 结果刚一到公司 就看到公司的工作人员 偷偷躲避镜头 并低声说 如果有人来了 就说公司这会儿没有人 记者觉得很是古怪 立刻追上说话的工作人员 进行了质问 对于记者提出的 王女士的保险 是否存在违规代签的情况 公司的负责人竟然说 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并进一步解释 道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是因为没有调查出结果 王女士母亲的保单中 只有七份是 王女士家人没签字的 现在也都补签了 如果存在违规保险公司 会进行严肃处理 这件事就此就这么结束了 我们无法得知 保险公司究竟与王女士 达成了怎样的协议 答应了王女士怎样的条件 那么屏幕前的你 又是如何看待王女士的遭遇呢 欢迎屏幕下方 强赞加评论